你身為台大的教授,我們看政文上的論文又被抓包了 早上我已經回答過了,我覺得真正要檢討的還是老師,它有一個學院的機制 就是說你同一個老師這麼多學院抄襲,就是老師有問題 可是這個老師這樣做,為什麼學院理論上學院我們叫Pure Review,同才審查 為什麼同才,其實我也知道,我們這個社會至少門前學莫管他人瓦上雙 所以大家不太會去同一個學院或同一個學校的老師,不會去跳出來說你在幹什麼 大家何悉你,所以才出現今天這個局面 那這樣這個老師還可以當國安局長? 我們就看小英哥,沒有啦我跟你講,這種拖太久了 那你覺得他私任嗎?因為大家一直在跟他想 我說拖太久了,你還問我私任不私任 你說拖太久沒下台的 市長怎麼看現在蔡世穎的這個北大的博士學位被撤銷? 話說齁,我看那些有去念那個什麼在職班的,現在每個都很後悔 認為這是瑕疵情的原因是當時事件教官或者資料教過 所以有些引述的論文來源,我們沒有做這個扣除 那這不是抄襲,單一篇論文形成的,那也沒有抄襲的意圖 所以我當時就在書面跟口頭,都向學輪迴之間 總統啊 總統,那個鄭文燦的這個學歷好像,那個論文又出現一些狀況 總統,這個部分我們理解什麼? 這個論文的結果可以講一下嗎? 好,可以 好 我們剛剛看到,你跟院長好像沒有太多互動 有啊,互動很多,我跟他因為做不同編啦 那,院長跟我非常熟悉啦,所以一向溝通都非常的好 那院長也非常的努力帶領整個那個團隊往前走 那我想執政的績效,那麼也是看得到的 不過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敗選的檢討,我想沒有上限 那麼我想各種問題都可以檢討 從提名服選,到執政的表現,人民的感受 我想特別是需要從人民的感受的這個角度來檢討 那我覺得民進黨會成長就是開放的態度 那不預設立場,能夠把真正的問題的關鍵找出來 那我想有些民意是沉默了,有些民意沒有支持我們 我想這個是必須要面對的課題 那唯有謙卑反省,才能夠重新出發 那你怎麼看外界點名,你接任這個黨魁或是這個德魁的角色? 我想最後民進黨的團隊,應該會做出最好的安排 因為我想任何一個政黨在遇到挫敗的時候 要特別的冷靜,要特別的團結 那我們是一個民主的政黨,那當然會有不同的這個方案 那我覺得現在是還沒有到達這個塵埃落定的階段 我覺得最重要是要這個安排出最好的陣容,來回應明年的挑戰 市長您自己有意要講出黨主席 因為現在就是有媒體拍到您28號的時候去跟英系的高層密會 然後甚至還有說您跟政國會的這個共主林家龍部長有提到說 未來您當黨魁和他來當總統府秘書長 您在尋求各派系的支持 我想媒體的想像力很豐富 那這段時間我們黨內的各方的這個意見交換是有的 但是還沒到那麼具體啦 那不只這,我想我自己也接到很多不同的意見 不管用電話討論或者見面來這個討論都有 那這些劇本我想大家想像力很豐富 那市長你會希望你會繼續領導行政團隊嗎 我想目前這個整個總統仍然在這個選後的 第一步的這個黨籍的改選的過程當中 那我想在這個階段大家集思廣益尋找最好的共識 那你願意承擔隔魁嗎?未來有機會的話 我想民進黨的團隊面對挫敗要做徹底的反省 那要做開放的檢討對我來講這是最重要的 市長你有聽到勸進您當黨主席的這些意見嗎? 我想目前這個階段應該是大家集思廣益 尋找共識最重要 所以我想這個階段我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多的劇本 可以跟大家說明 謝謝賴金德 你有沒有預計什麼時候會對外跟大家報告? 呃我們原則上會用三個禮拜的時間 那也會下鄉聽取這個地方的意見 那也會分門別列 像是百公百業青年團體的各種聲音 那我們會這個不同的部門會有不同的這個檢討的這個會議 最後我們會再來會整 民進黨面對敗選 我想檢討沒有上線 任何問題都可以檢討 那這個不 您覺得賴金德 陸續在安排 陸續在安排 不同的領域也會做檢討 您覺得賴金德副院長是 副總統是適合擔任黨魁的人選嗎? 如果他出來選的話 您會讓他嗎? 呃大家現在看到的劇本太多了 然後我想我沒有辦法一一去回應 市長 市長 這個2024這部分 民進黨會共產在一起? 我想只有徹底反省 改變我們的一些狀況 那民進黨才會獲得人民更大的支持 那當然我要謝謝 這個支持我們的所有的選民 每一張選票都不能辜負 那沒有投票給我們的 我們一樣要傾聽大家的意見 市長 請問一下那個論文的結果 可以講一下嗎? 好 請問一下說 目前桃園那個 曾文燦論文 對另外一個 一些說實惠 請問請問 請問 請問 呃 鄭文燦市長已經對外道歉了 那我相信他還是會繼續 去專心施政 呃 跟我們這邊搭配把交接做好 那我也很期待他有一個很好的未來發展 繼續為桃園打拼 好 那請問一下那個跟趙文燦市長的多種意見 那我也覺得非常遺憾啊 因為我畢竟也是桃園的一份子啊 什麼市長的論文是抄襲的 而且是被我的母校台大認定的 其實很遺憾也覺得滿丟臉的 我覺得鄭市長要這個誠心的道歉面對 最重要的我覺得蔡英偉總統啊 你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過去長期以來這一段時間 你給大家講的就是不管道德不管是非就是瞎挺硬挺挺抄襲 這已經是全民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而現在不管是林志堅市長 鄭文燦市長 甚至接下來還會有很多這些民進黨的人士的抄襲 我覺得蔡總統是不是應該要出來向全民道歉 說為了前面為了選舉 他亂挺 瞎挺 沒有是非 甚至攻擊我們的母校 這些事情都要講清楚 我覺得還是台灣還是要回到善良的社會 回到一個有是非的 有道德觀的一個社會